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斗罗大陆的世界中,面对小五小献祭的心态,就在唐三冲上去的那一刻 一柄好天锤把地面砸出一个大窟窿 其他人或许还以为这把好天锤是唐三的 但是唐三很清楚地知道,这是他父亲的好天锤 一股声音传来,一个小鬼和菊花也敢伤害他的儿子 菊斗罗和鬼斗罗听了这个声音,瑟瑟发抖地躲在比比东后面 比比东也是脸色下沉,他知道大事不妙 那个传说级别的人物出现了,他是来救唐三的,并且也会把小五给救走 不只是比比东脸色下沉,武魂殿宫殿之中从来没有露面的几个人也是坐不住了 能够坐在武魂殿的宫殿之中,看起来他们的职位不低 并且看他们的气势恐怕实力不一般 如果只是魂斗罗级别的人物,恐怕早就被比比东叫出去抓小五了 但是,他们却可以纹丝不动地在里面观察局势 直到浩天斗罗出现,他们才站起来 可想而知,唐浩的威力让他们忌惮 若不前去帮忙,恐怕武魂殿要废 观众们对此有何看法呢?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